dk 在台灣满街跑的日系車 還有德系車 相信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因為賣得非常地好 但是在這些熱門的品牌之外 有一些小眾的品牌 像是英國車 也有一群死中的支持者 那今天 梦想街就带大家来看看 也许能见度不高 但是却充满了品味的英轮车款 也许这些车款可能会成为 你下一台的爱车也不一定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最近劳斯莱斯公布了 他们2022年的最新的销售成绩 没有想到竟然创下 有史以来的新高 德哥 对啊 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2022其实是一个 优喜参半的一年 就以我个人来讲 你一定有遇到一些好事 遇到一些坏事 但是在整个全球经济来讲 它有很多只黑天鹅 就好比说能源危机 然后乌尔战争 然后疫情 然后通货膨胀 这些都不利于经济发展 但是劳斯莱斯为什么 它可以就是反而成长呢 事实上呢 我后来发现 其实现在的这个 整个全球的经济结构 是呈现一个L型的社会 L型社会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一般的中坎阶级以下呢 它会受到这些经济影响的冲击 相当的大 但是在这些乘风市场 好比说像 罗斯罗斯这种豪车 好比说游艇 好比说这个顶级的机械玩表 它反而成长 那尤其罗斯罗斯呢 他们最近的产品力呢 也算是还不错啦 因为你知道 老师还是在118年 它累积了一个口碑 就是你为英国人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会讲 什么东西 就表示说这个东西 就是最顶尖的意思 所以某方面人家已经把这种意识 潜移默化到他的心里 那再加上他们的康尼人诞生 虽然康尼人呢 一般的人 就是一般的酸民都会说 这车身都很买到 真的不行 老师在斯 可是他占了 老师在斯整个全球销量的五成 而且会骂康尼人不好看的 也不会买 也买不起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们才五成 那他们就决定呢 在今年要推出一款电动车 那个电动车呢 老师在斯电动车 老师在斯电动车 其实老师在斯 我最喜欢的车呢 不是FATON 也不是Ghost 是RAIS 双门的 我感觉很吓啪 而且它门是 一样是前开式的 你就会觉得就是有一种 多精优雅的感觉 那它这个SPECTURE呢 它基本上也是 等于是走RAIS 那种设计风格 你也可以说它是RAIS的后继车 这台车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的车头呢 有22个LED的主灯 很多对不对 然后它的那个车门 光是车门哦 4796颗那种光条 就是 你就是真的会让你觉得 整个就是巨星啦 你整台车都是那种 而且它是真的很精致的 因为我有去参观它工厂 它那个 你看它在星光顶片 都是光鲜哦 它不是那种LED 那种灯泡哦 然后呢 它光是这个副手做的 这些亮灯呢 5500颗 它开发1万个小时 才开发出来 而且这一台电动车呢 目前啊 在做250万公里的耐久测试 它呢 马力其实跟 呃就是12缸那时候差不多 585匹 但扭力有91.8公斤米 嗯 那行驶旅程 电动车行驶旅程 可以有522公里 所以某方面来说啦 我觉得这一台出来一定也会热卖 因为刚好符合Roseways原本的调性 是 我们讲到英国啊 其实英国的汽车品牌 有不少是属于高端的汽车品牌 而在这些金字塔顶端的这种高端品牌呢 也顺应的潮流推出了休旅车 像接下来这三款车 你不得不认识它 因为他们都是品牌下的金姬姆 对不对 对啊 没错 讲到这个顶级的这种 乘风的休旅车 就是这三台是最具代表性的 包含说这个奥特曼婷的DBX 然后Bentary的Bentega 还有就是刚才有介绍到 Rose Ray 然后是来自的Colin 这三台车 那这三台车呢 其实我刚好之前都有试驾过 然后呢 其实呢 三台我觉得都是各自代表不同的 就是课程 然后或者是不同的那种 就是驾驶的风格 很适合的事 比如说奥特曼婷 你光看这个外形 它其实 还是有点跑格 对 跑格 它就有点像是奥特曼婷 它自己的这种双门 苦配跑车 然后变成SUV的样子 它这个外形的样子很鲜明 而且呢 它先前推出的这个DBX707 就代表说 它这个最大动力呢 就是有707P 707P 对 你想想看 这个休旅车坐到700P以上 然后它的售价呢 其实就是标准 售价一千四百三十八万元 相较于其他两台车 其实还是算比较 亲民 亲民一点 千万跑车 就是千万休旅车里面的 亲民的休旅车 对 然后当然这三台车呢 最特别的就是说 它们的这种客制化的程度 都蛮高的 对 然后再来我还讲这台 Bentary的Bentega 它前一阵子刚好推出了 这个EWB是这个长周款 长周款的车型 然后Bentega这台车呢 其实它又占了 就是这个Bentary整体销量的 这个大概六成左右 在二零二年的Bentary 它总共销售超过一万五千台 那Bentega就卖了六千三百多台 光Bentega这台车就超过 老实在是全年的这个销售量 所以说可以看出来说 这台车就是受欢迎的程度 也是为什么就是Bentary决定说 要推出这个长周版这个原因之一 然后呢 这台车呢 长周版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车门 其实它 你从外形看来 它的这个车门是很明显的家常 它也让这个后座的空间变得 就是宽敞许多 对 可是很多人会想说 这台车会不会就是为了说 就是一些就是那种老板 或是商务人士使用 其实并不是哦 像那种原厂的人呢 他们有特别讲到说 这台车其实是针对说家庭使用 你是 是哦 对 如果说你看 你是这种就是富豪的家庭 你想要全家出游的时候 可是我又想要去那种比较野外的地方 所以才罚家小儿子开的就是这种 大概类似要这样的 对啊 然后它的后座设计呢 因为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它叫做那种主动式的这个 温控感应功能 什么叫主动式温控感应 是它感觉你的体温 还是感觉你想要变冷变热这样 对就是你坐在后座的时候呢 它会去侦测你的身体的温度 还有湿度 真的假的 这么厉害 然后来决定说 这个时候 譬如说觉得说 你现在好像体温有点高 然后身体湿度有点高 那它就开启这个通风功能 自动开启的哦 这个很厉害耶 然后如果说你看像这几天 天气比较冷 它就会帮你开启这种加热功能 所以它就是说很体贴 就是坐在后座的这个乘客 尤其是你的家人 然后出门的时候 就可以带来一个很舒适的 这种乘坐的这种享受 对 这个好棒哦 对 然后再来就是在 Coliner这台车 其实Coliner这台车呢 是这三台里面 就是售价最顶尖的 而且它的客制化程度 也是相当高的 然后老师来自呢 为什么说 它还受到就是这些 乘风人士的这些欢迎 就是说 这三台车里面 它也是唯一搭载 V12缸的这个动力系统 其他两台 它主要的这种动力配置 都是这个4.0 V8双涡轮增压引擎 它是6.75升 V12双涡轮增压引擎 6.75升好少见哦 对啊 所以说就是你如果说 真的你是这种顶尖 然后就是 因为Coliner这个名字 其实它就是一个巨大钻石的名字 就是你如果说你是这种 顶尖人士最top的 你想要拥有这颗最大的钻石 就是选这一台Coliner 对而且它就是车王嘛 没错就是这样 好谢谢阿克的分析